你好 我是老胡 不是胡老师 欢迎大家来到老胡的油管研究院的频道 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 我最近开始了一个收费的群 我把它叫做老胡的自媒体服务群 这不是一个知识分享的群 是一个服务的群 那么这个服务的内容 其中有一项就是对群友的频道 进行定期的跟踪和点评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点评 这个群里头的一个群友的频道 我们闲话少说 现在就开始 这个频道的名字是以个人的名字 命名的明西孙 那么这个名字 它如果是作为一个个人的频道的话 它好在是能够创建个人品牌 但是它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局限 这个群友 它是用中文表达的内容 那么你这个时候 最好就应该取中文的名字的频道 要不然你这是拼音 跟你这个内容 这个预言的特性就不太贴切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点 这个icon这样一个图标 虽然说这一张图片很美 但是你要突出的究竟是什么 一个人的正面 侧面或者是太阳镜 或者是这个帽子 你一定要让别人看见这个图标的时候 一眼就识别它的特点 所以目前这张照片的特点 不够突出 有改进的这样一个空间 好 孙小姐在加拿大的生活点滴 这样一个记录 这非常棒 所以你一下子到这个频道的内容方向 但是从这个图上面来讲 背景是可能是加拿大的一个景色 里头有男 有女在这个地方 从现在我看见的所有的内容 没有出现这个男士在里头 可能这张风景图对孙小姐非常重要 有特殊的含义 他把它作为封面 但是从这个频道内容的关联程度来讲 我不知道将来这位男士是不是会出现 如果会出现的话 没有问题 如果他将来的内容都不出现这个的话 你可以完全挑另外一张照片 这样凸显一个个人品牌的意识 除非你想特别的这个告诉别人一个含义 这个孙小姐的背后 有这么一个特别的男士 那有另当的别论 我仅仅是从一张风面图的设计 这个角度来讲 来点评 这样一个图形元素的必要性 和你如何突出一个个人品牌 是这样一个意思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这一个频道的各个页面 第一这个首页 首页现在暂时出现的问题是 定制不够 这个上传的视频 是这个频道缺省给你的这样一个配置 目前定制的只有一个户户美妆 关于这个频道首页的定制 我给你看一下我这个频道的例子 当你是这个频道的管理人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这样一个按钮 在这个地方 你点击这个自定义频道的时候 就可以自定义你这个频道的 各个不同的板块 像你起码可以把这个创建的播放列表 放到下面 你可以根据你内容的这个板块不同 你可以多个板块 比如说美容旅游美食 等等等等 好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频道的页面 所以我刚才讲这个首页 定制不足 完全可以出现多个的板块 当然现在孙小姐的视频不够多 以后将视频比较多的情况下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分成不同的板块 把它定制起来 最起码要把一些播放列表 放在你的首页里面 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视频这个页面 视频这个页面主要看什么东西呢 看封面的一致性 一致性有很多的元素 我随便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大小的一致性 你看这个封面就比其他的封面都要小 第二个字体的一致性 你看这个是一种字体 这个是另外一种字体 不同的字体 然后颜色的一致性 你可以看到这个偏灰 这个颜色又偏黄颜色 背景相同的情况下 有不同的颜色 因为用光不一样 所以这个就一致性有问题 还有在上面文字的布局也有问题 最好不要在一个封面里头 有多个倾斜的这样的文字 这样子让这个观众非常的不舒服 视频这个里面 你要看见整个的封面 有一个一致的颜色布局 或者是有你的这个图标在上面 当然频道里头完全就是主人公 出现在封面里头 这没有问题 非常好 识别度非常高 但是应该把其他的一致性 进一步的改进 让大家感觉到是同一个风格 同一个频道来的内容 那么紧接着我们看一下播放列表 这个页面 播放列表就有问题了 大家注意看 只有这第一个播放列表 呼呼美妆 是这个频道主自己的内容 其他的全都是他收藏别人的视频 当别人来看你这个播放列表页面的时候 就非常的混乱 他希望在这个地方是看你的视频 你不希望把你收藏的视频 在这个地方来干扰用户 你不希望把你的这个观众 好不容易进入你的频道以后 把它带到别人的这个频道页面去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通过隐私的设定 把这些你收藏的东西 你全都把它隐藏起来 只有把你个人的这个视频 作为播放列表 显示给大家 这就对了 好 这是播放列表 同样这个问题出现在频道页面 你看看 由于频道这一个的属性的隐私设置不当 导致这个孙小姐订阅的所有的频道 都显露在这个频道页面 这个呢 我也把它认为是一个相当大的隐私的泄露 一般的人的情况来讲 你不希望你的观影的这种习惯 或者你喜好的哪一部分内容 完全的暴露在外面 所以你应该通过自己的频道 属性的设置 把这个隐私调整 把你订阅的频道 隐藏起来 好 简介 做得非常好 非常简单 旅基 加拿大温哥华 把他的简单的经历讲了一下子 那么立刻就能让大家产生共鸣 大家到这个简介节 页面一看 我对这个人的生活经历感兴趣 或许 我就会进而对他的内容感兴趣 比如说他讲到了 他是整个的经历了留学毕业 找工作成家 在海外安居等等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有的人 在这个页面上一下就知道 这个孙小姐的他整个的经历 或许因为留学 或许正在毕业 或者找工作拘留 或者是绿卡等等 各方面的原因 会对他的内容感兴趣 所以一下子就能够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说明写得很好 可以唯一改进的地方 如果你愿意跟大家交流的话 你应该把你个人的联系方式 放到这个地方 比如说你的微信 你的网站链接 放到这个地方非常棒 你的电子邮件 还有你其他愿意被用户 能够跟你联系的这种方式 留在这个页面 接下来我们讲几个比较细致的东西 比如说这样一个视频 它的说明区完全是空白 这是一个不当的做法 视频的原数据非常的宝贵 它是告诉YouTube的算法 告诉它的机器 你这个视频是关于什么内容的 就相当于是网页 如果你是空白的 你怎么样让大家知道 你这个网页是什么内容呢 所以非常重要的 你写比较详尽的这样一个说明 能越详细越好 如果你有功夫的话 应该把这样的说明区当做一个网页的页面 这样来对待 甚至考虑到优化 关键字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在里面 不管怎么样 你可以简略一些 如果没有时间的话 但是你一定要在说明区里头 写出足够的文字 能反映你这一期节目的主要内容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 你看看 这一个频道 它没有任何的关键字 一个频道没有关键字 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你是关于旅游的 生活的 是个人的Vlog 还是手工的 还是幼儿的教育的 你必须在这个地方告诉 这个YouTube 讲我这个频道 是关于加拿大生活 留学 或者是外语 或者是海外定居 或者是移民等等 这些都是好的关键字 尤其是你想特别强调一个城市的话 像温哥华生活 也可以成为 这个频道的关键字之一 一般频道的关键字 不宜过多 因为它是你的大的内容的 一个总括的东西 所以关键字会比较少一些 第二个 你看它这个视频 本身没有关键字 不仅频道没有关键字 而且视频没有关键字 这是错上加错 你丧失了宝贵的机会 告诉这个YouTube的机器人 讲我这个东西 是关于什么样 什么样的内容的视频 你一旦发现 我这个内容感兴趣的人 请你极力的帮我推荐出去 你在交给这个YouTube平台 这张表上面 申请表上 什么都没说 你想想 就像找工作一样 它怎么样帮你去找雇主 非常困难的 对不对 这些必要的信息 你要充分的利用 要写上这个视频的关键字 要写上这个频道的关键字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非常棒 他写了很好的 这期视频的要点的总结 这一期的视频 因为是他最近做的 他就加了这关键字 就非常棒 留学加拿大 学费 生活费 文革华 生活费 这个关键字 就不好 为什么 我们讲一个关键字的时候 是别人在引擎里头去搜索 这样是个叫做关键字 有谁会去搜索 学费 生活费吗 因为它是孤零零的 有人会搜索 学费 或者是加拿大学费 或者是加拿大生活费 很少有人会搜索 学费 生活费 对吧 所以留学加拿大 或者是加拿大留学 这都是好的关键字 温哥华生活费 很好 或者是海外生活 或者是加拿大大学 这都是好的关键字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 这是孙小姐的另外一个视频 注意看了 这个地方有一个错误 这是一期介绍美容产品的视频 他也写了很好的介绍 并且加了淘宝的链接在里头 这是没有问题的 你看他这个视频的关键字 出现问题了 去黑头 李佳琦推荐 护肤 注意这个颜色 这说明这是一个关键字 他本意是想写三个关键字 去黑头是一个关键字 李佳琦推荐是一个关键字 护肤是一个关键字 非常棒 但是他这种 输入的方式导致这个 YouTube认为它是一个关键字 你想想看有谁会去搜索 去黑头 逗号 李佳琦推荐 逗号 护肤 几乎不会有人 所以这个标签写在对方 毫无用处 那么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问题出在 用了中文的逗号 中文的这个逗号 不被这个YouTube所识别 你应该要用去黑头 空格 李佳琦推荐 空格 护肤 然后 一保存的时候 就是三个关键字 你也可以是 去黑头 英文的 逗号 然后李佳琦推荐 英文逗号 然后护肤 出来也是三个关键字 所以这一点 非常的重要 最后我想给大家讲一个 非常重要的东西 就是视频的标题 标题之重要 它有两层的含义 第一 让人能够懂它 第二层也非常重要 让机器能够懂它 两者一样的重要 那么从人这个角度来讲 有这么一个特征 你看看 所有这些长的标题 它都会出现点点点 后面都会藏起来 无法完整地显示出来 所以你取这样一个视频标题的时候 一定要把重要的信息 放在前面 前面的30个字符里面 关键字也要左移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术 怎么样是一个好的标题呢 那么是一个自然的 可以理解的这样一个标题 关键字的在最左边 比如说 如何在加拿大BC省注册结婚 这就非常棒 这个标题 加拿大结婚 这个如何 我们讲的how to 直接 这个标题很好 你看这个例子 有中国驾照 如何在加拿大 尽快的合法上路开车 这个标题可以稍加调整 因为你的关键字 就是什么 中国驾照 加拿大 开车 所以你把这个东西 可以重新组织一下 把这个关键字 全部往左边移 那么中国驾照 在加拿大 开车 如何才能避免违法 这样子稍加修整的话 所有的关键字 全部挤到左边去 当然你可以讲 这个合法开车 或者是这个不违法 成为关键字 如果你这期节目 重点在那个地方 那么你这个关键字的权重 你就可以适当安排 你把你要强调的 最重要的关键字 往左边靠 是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你在取标题的时候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 把那些废话 多余的形容词 把它拿掉 把这个关键词 尽量的 简洁的往左边挤 让人能看见 不要藏在这个后面 这个就藏到后面去了 比如说 2019年留学 加拿大温哥华 每年要花多少钱 学费涨价 等等等等 如果你要强调的是 总花费的话 你就应该讲 2019年 这个留学加拿大 温哥华 总学费是多少 如果你不是想要 特别强调温哥华的话 你这个温哥华 应该往后移 往后拿 还有2019 你可以写到这个标题的最后 因为2019 给机器看这个信息的新鲜度 很多人不见得 要盯着看这个2019 放到最开始 当然这个是两可 有的人讲 我非要把这个东西 放到最开始 大家一看 就是最新的信息 两个东西 我觉得都有道理 所以大家掌握这个精神 最重要的信息 你这一期节目 想强调的东西 会影响你的关键字的权重 这个关键字 在你这个里头 你决定往左边移 还是往右边移 比如说在这个例子里头 你要不要强调温哥华 虽然东边和西边的大学的学费 稍微有一定的差异 如果你的信息 主要是想传递的是一个 加拿大大学的 这样留学的 一年的总费用的话 那么你这个关键字 或者你的标题 要重新组织 是这样一个概念 那我们再看这个标题 CPP是什么 EI是什么 看不懂加拿大工资单 一个月到底要交多少税 你看看 这个标题就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标题 是让大家来搜CPP 或者搜EI 那没有问题 如果你这个视频 只是满足大家的好奇心 讲在加拿大 一个月究竟交多少税 顺带的介绍一下 CPP和EI的话 那么这个标题就有问题了 值得改进 通过这几个例子 大家看见没有 其实道理上是非常简单的 关键字左移 能够大家 仍能看见的这个标题部分 尽量说人话 通书易懂 回答一个问题 然后后面的展开部分的话 可以添加更多的 其他的关键字 常委的 二级的 然后让这个YouTube的算法 和机器人 能够读懂你整个的标题 在某种情况下 他把你这个长长的标题 懂了以后 他基本上能够掌握 你这个视频的内容 你知道吗 他可以总共有100个字符 所以当你这个说明区 或者其他的东西 比较薄落的情况下 在所有的原数据里头 最最重要的文字部分 就是标题这部分 所以起好标题 是非常重要的 吸引人 能够让机器 有足够懂你这个视频 这里头 其实原理是简单的 但是具体落实到 怎么样写出一个好的标题 那又是 有大大的学问 好了 关于一个群有的 自媒体内容的创作 在频道层面上的分析 我一般就会像这样子操作 对每一个我点评的频道 我也会提供这样一个文档 这个文档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就是 把这一次点评的 所有需要改进的意见 作为文档的方式 把它记录下来 那么这个用户非常方便的 根据这个逐条去进行改进 第二个目的就是 这作为一个历史的 记录的文档 将来我们可以看见 今天提出的这些改进意见 哪些得到了落实 在落实过程当中 有没有真的起作用 对这个频道的将来的成长 和发展有没有帮助 那么将来我们在第二次 再来点评这个频道的时候 我们就有一个数据的对照 所以我在这里头 有不少的截图 作为留存 将来以做对照使用 那么关于这个频道的点评内容 就到这里结束了 接下来一点小小的广告 如果有人对我这个付费的群感兴趣的话 我在前面做过一期专门的节目 就是这期节目 老胡的自媒体服务 我开创的知识星球的收费群 没有想到 我就在开创这个收费群的当天 知识星球就掉链子了 到现在都没有恢复起来 所以大家如果看这期节目的话 就可以忽略知识星球这一部分 我在这期视频里头讲了 我为什么要创建这样一个收费群 并且明确的告诉大家 哪些人我是不欢迎的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 进一步了解这样一个收费群的话 欢迎你去看这期节目 看过之后 如果你还想了解进一步的信息的话 希望你通过微信跟我联系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观看